看一下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些资料串 当然第一个 放在一起一定要end 所以游标先放在14这个储存格 然后加个等 等于它的公式是什么呢 前双引号就是 它是 开头一定是09 所以我先给它一个09这两个字 09 因为一定是字的 所以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然后后面的话再串接11 所以end end的话就是 你要接后面接什么 我要接的就是那个F4里面的资料 所以它会把F4里面的资料带过 当然你后面其实还有 不过你假设不想要继续打 你可以打勾一下 看一下对不对 出现了吗 0911 没错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减号 所以再游标放在资料编辑列上面 我只知道 end 那个什么减号 记得那个减号的话 前后也要加双引号 表示说它是一个字 0911 减 打勾 有没有 0911减 然后后面的话就084 可是这个084不是说叫你先加一个零 然后加8 因为这个地方底下 它必须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要怎么样知道一定要三个字 那当然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用三去减 所以你可以在旁边先练习 假设我在旁边这边 I4里面 A等于什么 等于3 减掉 L1 刮扶一下 L1的话就是算几个字 算这个储存个趋势里面有几个字 那打勾之后你会发现 里面就是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E指的是要补一个零的意思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今天用3减掉L1 E4的话 那意思是补一个零 那底下因为都三个字 所以就不补零的意思 有没有 这边补一个零 OK 那把这个公式放在哪里呢 放在REPD里面就可以了 OK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公式就这样 And 然后呢 我们再重复几个零 重复几个零的话 当然呢 如果我要继续加REPD的那个公式的话 那个函数的话 那就是打REPD RE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 可以慢慢喜欢用打的啦 如果不会自己打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 按一下插入函数 它也会选完之后放在这里 OK啦 我先自己打REPD 行刮壶 然后一样它会跳出说 你要给我两个资料 一个是TES TES 顾名思义是N 重复个次 那次的话一定是前后 一定最好双以后 指的是你要重复什么次啊 我要重复零啊 OK 然后逗点 后面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LUMBER LUMBER我刚刚讲 LUMBER就数量 TES 其实顾名思义老 就是重复几次0的意思 那重复几次0 不就刚刚做了那个练习 用3怎么样 选招也来一边 有没有 然后刮壶之后的话呢 算一下这个居士里面 到底有几个字 那因为它两个字 所以减完之后 1指的是什么 帮我补一个0吧 OK 所以有REPD刮壶 0 然后3去减 那记得 这个后面REPD有前刮壶 后面记得一定要再加后刮壶 好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其实这一题最难在这里 就是什么 重复几个0的意思 但是这边比较麻烦 就是说 重复的数量 必须由3去减掉LEN 得到的结果 可能稍微有点绕了一圈 逻辑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点 你说老师还没有更简单的 有 我再会讲 我先讲一个比较稍微复杂的 等一下讲一个简单的 OK 然后打勾 你先打勾 如果打勾 假设你出现错误的话 再修正 大部分很有可能是前刮壶 跟后刮壶没有一对 可能有前刮壶少了一个后刮壶 所以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理论上OK 补一个0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话 再AND 0补完之后再补上什么 补上G4的资料 AND G4打勾 有没有 084就OK了 那其实 如果你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其实后面的门号末码 它的规则 跟前面的门号的区码 其实规则会一模一样 所以 当然你也可以重做一遍 不过聪明的 比较聪明的同学 应该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 这地方其实 怎么样了 可以拿前面的来改 比较好了 那改的方法 特别重要 因为也要减号 然后呢 所以后面一定要 你可以从哪里呢 从F4的后面这个AND 把它开始复制 把它选取到尾巴 有没有 F4 为什么AND 因为我们 趋势后面一定要先AND 所以 把F4 后面这个K串复制之后 再把它贴到K4的尾巴 当然你现在如果打勾的话 它一定又08次啦 可是我不是要08 所以 你只要把后面的G4怎么样 改成H4不就好了 因为后面其实有两个G4 把后面两个G4 改成H4之后的话 你把它打勾 手机号码就出现了 然后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呢 你不需要 像我们刚刚是空点 按住标放往下拉 这个方法一 但是如果说假如 你是在那个中间 除尘格中间的话 你希望向下填满 是直接到隔壁栏的 一样的列位置的话 很简单 直接怎么样 在A格除尘格 右下角 会有一个空点 你就用左键快速点它两下 它就知道说 你是要帮你全部填满 它就自动填满 那填满到哪里呢 填满到跟隔壁栏 一样的位置 OK 所以这个方法 应该知道吧 因为我之前上课的时候 我蛮惊讶了 有些很多同学居然不知道 所以我都特别再讲一下 空点点两下 你可以拉拉 你也可以用点 那这个课程会教各位很多的技巧 那个技巧的话 是确保你的资料一定是快速 而且正确的方法 那些方法如果你不会的话 所以你不要说你会用e-sale 我发现很多人说他会用e-sale 但是我问他一些东西 他居然完全都不知道 有这些功能存在 像刚刚讲那个value 你会发现你随便问一个 哪怕是你那个 你的哥哥姐姐或你爸爸妈妈 他可能连听都没听value函数 有没有用过value 很多的不会用 不会用他一定问题很多 连value这个函数都没用过 那说真的 你不要说你会用e-sale OK 所以以后 说不一定以后 你们面试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 有没有 你会用e-sale 会 你会用value 老是有交过 如果交过你刚好就可以回答出来 如果人家问你value是什么 那你可能就不太懂的话 那相对的 就可能不会是他们要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一些问题 面试的时候会问你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产业 需要这方面的观念跟技能 对不对 如果你这些观念跟技能都有的话 哇 那太棒了 他马上就 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对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公式就是这一串 如果你怕记不起来的话 在云端上也有 云端上这边第几页呢 第三页的地方 也就是云端白板的第一 文字与资料函数资料夹里面的 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程式码 的第三页 这边也会有 我刚刚一模一样的公式 你们可以试着把它做做看 那当然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方法 这个是方法一 另外还有方法二 方法二更简单 因为在云端里面 我讲过 函数非常多 那其中刚好有一个函数 叫test 因为我们要三码 00 其实他就000 三码 所以你给他规则 他就自动帮你把资料 补上去了 那就OK了 更简单 大家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方法 再试第二个方法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要 做什么 做 入字聚集 因为如果假设你这件事 每天都重复的话 完全不建议你每天都在做 浪费时间 所以怎么办呢 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都变成程式 转换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自动完成 你这样就更棒 有没有 所以待会会产生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清掉 救资料 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完成 你刚刚做的动作 那当然如果你工作里面 有这些所有的按钮的话 那很多事情真的是 一秒钟 跟一整天的差异了 不会的人 再做一整天 会的人程式写好 按下去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人效率 有什么这么好 早就写好了吗 事情就OK了 他自动就完成了 但是不会的人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就一整天的事情了 OK 这个其实真的 真的不夸张 很多那个职场上 以前的学生都常常跟我讲 我用你那个方法 一个早上的事情 通通完成了 我再也不需要 一个早上 每次都要做一样的事情 OK 甚至把所有东西 通通都把它做成程式 那当然效率就大大提高 OK 好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那个后面的部分 那么 好 没有 那么 那